观众朋友欢迎您回到娱乐漫谈 介绍我们这个单元的嘉宾 他是范宇集团的创办人CEO 他的名字叫胡振国 我相信我们旧金山湾区的朋友 对Philip胡的名字 还有他的专业都非常的熟悉了 Philip你好 李李你好 湾区的朋友大家好 大家加急愉快 好的 那我们今天要谈论的一个话题 就是不知道在我们的观众朋友里面 有多少人知道 密苏里州关于房地产的诉讼问题 Philip先跟我们讲一下 这个法律诉讼他的背景 还有现在进行的情况好吗 好 其实这个诉讼已经判决了 然后呢 他的背景是这样子 有一个集体诉讼 他的对象是NAR 就是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ealtors 就所谓的国家地产协会 那德加地产协会呢 及几个其他几个大的房地产公司 他们被告了 告的原因是来讲呢 他们觉得以前 NAR和其他的公司呢 比较垄断这个房地产的市场 主要垄断的第一个部分在哪里呢 第一个他们要求 用金的比例在5到6个percent 当然在湾区因为房价高 所以这个比例会往下降一点 但是呢 他这个用金的比例 是没有太多溢价的空间以外 最重要的他们一个概念就是说 为什么卖方要支付买方经纪人的用金呢 所以所有的用金呢都必须加在 卖方的身上 他们觉得这是一个不公平的事情 那这个法律诉讼经过判决了以后 执下来了以后呢 他们判国家地产协会及其的地产公司呢 他们输了 他们要预计要付赔偿17亿8千万 然后这个金额最高 可能还要再加到两三倍 当然这些大的房地产经纪公司呢 他们会继续上诉 那新的上诉呢 将来的情形还不是不一定知道 但是这个对整个房地产行业 房地产不会有太大影响 但是房地产经济会有很大的冲击呢 这个重点在哪里呢 可能呢很大的改变呢 就像很多 现在甚至在美国已经有八个州了 买方的经济的话 必须要跟买方签一个合约 将来你买房子的佣金要从买方来支付了 买主来支付了 这是不是一个很大的改变了 改变太大了呀 就是变成100%的commission 不是从seller付 而是从buyer付啊 对 seller只应该付seller agent的commission 而buyer要付buyer agent的commission了 那这个来讲 在我们很大的习惯上 这是不是一个很能接受的事情 举个例子来讲 你今天要去买房子 你买一个200万的房子 如果你还要再多花8万到10万的话 再去给买方经纪人的费用的话 或者没有那么高了 其实差不多5万到8万的话 这样的佣金的话 你会不会心里很舒服 不会 因为这个习惯要改变 是很难的事情 那很重要的一个观点 现在呢 multiple listing上 已经在于很多例子来说 要求买 卖方已经不负责买方的 A经纪人的佣金了 而要买方要自己跟签合约 那这个会大的几个冲击呢 第一个来讲 对所有做买方经纪人的话 这个市场是不是越来越紧了 对的 因为华人很多都是在做买方的经纪人 比较很多资深的 他是做卖方的经纪人 完全正确 很多华人都是带着买主去看房子 这个时候呢 会对他做了一个很大的冲击 很多人不愿意付 而且很多人可能他本来 投款就已经捉襟见肘的话 他更不愿意来付了 那这个会是什么影响呢 第一个对整体房地产的经纪佣金呢 会是可能会一个很大的打折扣了 所以以后房地产佣金呢 会不会还有这么多呢 而且第二个来讲 买方的经纪人还拿得到 拿不到用金呢 所以呢事实上呢 很多的时候呢 甚至很多房地产经纪公司会 将来会怎么做呢 可能会 hire一些salary 拿薪水的经纪人了 这样子的话 就会整个房地产经纪的可能用金制度都会受到影响了 所以这个案例呢 当然还有上述的空间 但是我们已经看到 这是一个未来的趋势了 很多在加州人可能不习惯 比如说你在纽约 你要去租房子的话 是你租房子的人要付aging的佣金 这个很多人都不了解这样情形 那这个环境呢 这个时代的改变 是不是会马上呢 不会的 而且会这个过程呢 会很多人不习惯 最后造成很多经纪人可能要流失 或者丢掉工作了 这个然后整体房地产的经纪人 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在哪里 将来可能要花同样的功夫 甚至更多的功夫 但是他们可能用金只有一半或更低了 整个行业都会被压缩了 加上这个时候又碰到AI的兴起 然后很多很多的电脑科技的进步的时候 这个房地产经纪的行业对未来 真是一个很大的隐忧 所以这个时候呢 范宇也在跟大家特别强调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我们不能再做一单一的经纪人了 因为单一的经纪人的话 万一你这行出了问题 可能会将来会怎么办 所以在这个时候 所以最好的方式呢 是想这就是为什么范宇 要打造一战式平台的原因了 那一战式平台的原因的时候 你变成你客人的go to person 不是你一个人去做 而你后面有一个很强的团队 跟你一起的话 他不管在房产贷款 投资税务理财保险各不各方面 都能提供你客人很专业的服务的话 这才是整个财务界 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未来的方向 这个才是一个未来的双赢的局面 为什么 这样子对客户来说 他只要找到一个地方 他可以把他需求通通能够做得到 而对经纪人来说 他只要多考一两个license的时候 他有机会从不同的方面都能拿到用金的话 他即使说某一方面的 有几或某几方面用金 能够打压的变得很低的时候 但是他因为有不同的用金的来源的话 他还是一样过得很好 所以一战式服务 是整个财经界未来对我来说 是唯一的走向 好 那么有没有说法 就是说这个要 他们因为告了NAR的 已经胜诉了的这个事情 什么时候会蔓延到加州来 然后加州的房地产应该如何 事先做准备 其实已经陆陆续续有些州 这个官司会一直打下去 这只是一个开始 因为陆陆续续 其他的房地产经纪公司 都陆陆续会被告 然后其他的州会陆陆续续的跟进 所以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这个改变是不会逆转的 是一定会往前走的 只是快一点慢点问题 所以我呼吁房地产经纪人的话 或代表经纪人的话 你们可能更要想想看 是不是单一的行业 是你们唯一的选择了 而考虑考虑加入范语的一战式平台 尤其是在加州矽谷 Depends on这个Commission 来过活的人 要想想自己的前途 应该如何的应对 再来加入范语 也许是您最好的一个 下一步的选择 OK 谢谢Philip 谢谢你 祝您Happy Holidays 也祝您耶诞节愉快 谢谢 加节愉快 感谢大家 Merry Christmas Merry Christma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